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28日 星期二的修士講一回合 還有陳議題和大家總結 聖誕假期之後 恆子今天欠缺方向 持續好淡拉腳 修士靠穩 恆子高開58點後走勢反覆 一度到跌124點 但最終險升56點 升0.2% 收佈23280點 國指收佈8194點 跌7點 跌0.1% 科指收佈5569點 下跌49點 跌0.9% 大師交投依然淡靜 全日只有997億元成交金額未足千億 創謀股份就向好 惠空有幫港家鎖眉升0.3%至0.8%不等 科技龍頭股份升跌會議 原單交期未成年人 將會被閒玩網遊 見到騰訊要走低跌2.1% 收佈450.4% 美團和快手達成互聯互通 戰略合作 但走勢相向下 分別下跌1.2%以及4% 法資小米和阿里 分別微升0.8%以及0.4% 百度在元宇宙會議的衝起下 微升0.4%收佈139.6% 將會推升4.1% 零排藍籌 長實長和 九倉置業新世界推升2.4%至2.9% 新地方面 十五大商場 聖誕假年冬至的生意增長三成 股價收佈94.8% 升1.4% 內房股份也走強 見碧桂圓華潤至地中海外 升0.3%至2%不等 恆大表示補交樓正持續提速中 大動股價急升9.5%收佈1.62% 用創作大升7%表現再加國子股 據報導 內地幾家大型藥業公司提高中成藥價格 一成到兩成 中藥股份今天受到支持 其中表現尤其好的是中國中藥 今天創到一個月的新高 收佈4.75% 飆升近1.6% 今天的收視講Round 先到這裡 明天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